男人把水贴在玻璃上 用力吸着上面的脏水 不要嫌恶心 因为如果是你 肯定喝得比他还猛 喝了几口后 男人觉得还不过瘾 又伸出了自己的中置 把洞给扣大了一圈 然后拿出自己的皮包 取出了一张银行卡 给他掰成了一个桶状 插进矿泉水的口子里 接着小心翼翼的固定在在天窗上 就这样 脏水的卡片 全都流进了水瓶里 是的 别看这一滴滴的脏水 它可是男人活下去的希望 原来 男人名叫大壮 瞬间连车带人都被活埋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事故 让大壮一脸的懵逼 他尝试打开雨刷器 可已经被泥压的动弹不了 他又看上天窗 发现天窗上全都是泥土 这一下 男人彻底的慌了 他拿出苹果十次想要报警 可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于是 他又尝试发动汽车 准备强行冲出去 可导演的剧本不允许 男人十分的崩溃 他的愤怒 引发了三体的二次滑坡 没办法 男人不得不冷静下来 开始寻找逃出去的办法 大壮通过敲击 发现了一个空心位置 他尝试打开车窗 泥土果真没有涌进来 于是他让伸手拨开泥土 结果下一秒 泥土开始疯狂的落下 大壮肩创 赶紧把窗户又摇了上去 可没等大壮松一口气 天窗玻璃突然出现了裂痕 乖乖 大壮赶紧拿出透明胶布 把裂痕给粘了起来 可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 好在看到了一个钳子 固定在了天窗的两头 这才暂时阻止了玻璃的下坠 松懈下来 大壮拿着紧身的一瓶矿泉水 咕咚咕咚的就一口干了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瓶水到底有多么重要 喝饱喝足了后 大壮开始继续寻找逃出去的方法 男人被泥石流困在了车里六个小时了 可他并没有放弃 还在不停地寻找逃生的方法 直接他拿着铁棍朝着上面捅去 想测一测被埋的深度 结果没通几下 就有大量的水流了下来 大壮急忙拔出铁管 然后用纸把洞堵住 为了不让水再次流下来 大壮拿出一个瓶盖 用线给它穿起来 接着塞进铁管里 堵住了铁管的口子 并开始继续捅了起来 严重着两米的铁管都捅了进去 可阻力还是没有减少 没有办法 大壮又拿出一根铁管 把线穿好后 顶着就捅了上去 直到大壮捅得精疲力尽 铁管还是没有捅到头 好在车里有个千斤顶 帮他省了不少的力气 可千斤顶被顶到了极限 铁管的阻力依旧没有减少 聪明的大壮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把浴巾放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决定用肩膀把铁管顶上去 果然 这个方法很奏效 铁管被成功顶了上去 接着 大壮拿出一根铁丝 慢慢地从管子里朝上升去 为了防止绳子丢失 大壮用嘴紧紧地咬住它 当铁丝传到顶时 大壮轻轻一用力 听到了瓶盖被顶飞的声音 随后 他急忙拉出铁丝 眼睛凑了过去 乖乖 管子果然被穿到了外面 这让大壮十分地开心 对着管子连喊几声救命后 赶紧来上了几口新鲜空气 可他喊了几个小时 也没得到任何人的回应 随后 大壮拿着打火机 点燃了手里的报纸 准备利用烟雾 来传达自己求救的信息 可报纸烧得太快 没过几秒 就烫到了大壮的小手 好像大壮及时把火扑灭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大壮在起身的时候 咣当一下 撞到了管子 然后晕了过去 男人被盔在车里 快一天了 而且脑袋还未磕伤 流血不止 伤口的疼痛 致使男人不停地尖叫 为了活命 他只能先用衣服 把自己的脑袋包裹起来 缓解流血的速度 只是大壮的状态 就容闻松地化 脑瓜子是不是昏昏的 甚至有点神志不清 可想到自己美丽的女朋友后 他并没有决定放弃 而是重新振作了起来 继续寻找逃生的方法 为了让自己恢复清醒的状态 他甚至喝下了自己的矿物质 那酸中带骚的味道 瞬间让大壮精神了许多 在喝饱吃足了后 大壮又想到了一个逃生方式 他把气管连接在备胎上 然后打开阀门 深深地吸了一口 虽然味道不咋好 但起码能解决被窒息的问题 接着 他又拿出一瓶机油 有一些阻力 只见大壮慢慢地扒掉天窗上的布条 没错 他准备带着轮胎 强行钻出地面 出发前 大壮带着耳机 一是为了自己保持清醒 二是可以防止泥土进入耳朵里 万事俱备后 大壮朝着顶上的泥土 开始挖了起来 就这样 大壮成功地来到了车外 只见泥土不停地落下 大壮不管三七二一 屏住呼吸 闭着眼睛不停地挖 感到呼吸困难时 就急忙来上一口胎气 疲惫了 就在枕上一口矿物质 给自己提提神 不幸的是 泥土还是发生了崩塌 一瞬间的功夫 就把大壮买在了里面 大壮领盒饭了吗 不可能 他凭借自己操场的毅力 硬生生地又从泥土中冒了出来 已经没有退路的大壮 只能用手继续挖 终于 一束希望的光芒突然冒出 大壮开心地露出了三十二颗牙齿 故事的最后 大壮凭借自己不懈地努力 成功地从泥土中爬了出来 虽然这是一个全程没有台词的小众电影 但是却让我们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 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但是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即使困境如泥土一样 压得我们喘不过来气 那我们也要像男主一样 一定要坚持到底 来一个漂亮的破土重生 极其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人生